如果譬如說我今天也必須熬夜 但是隔天我有工作 很早起 我要有個好氣色的話 有沒有什麼急救的方式 對 所以結合剛剛講的 不然高利貸還是跟媽媽借錢 我們就把兩個結合起來 好 你硬擊也拿得到 就是高利貸的媽媽 高利貸的媽媽借錢 媽媽是放高利貸的 對 又是她的女兒 她也不能說對妳討債這樣 可以晚一點還 對 所以我這本書裡面 也有介紹到一道 叫做人參咖啡 人參咖啡 對 它聽起來很像 滿違和的 人參要加咖啡 其實剛剛講咖啡 就很像跟高利貸借錢 你可以立刻得到精神 人參又可以幫你補元氣 所以又不會耗掉 太多自己的資本 人參去煮咖啡嗎 像我自己做法 是我煮黑咖啡 然後丟兩片人參下去 熱熱的時候 它大概過了10分鐘 人參的味道就出來了 有一定要什麼人參嗎 不能用拿鐵嗎 拿鐵有加牛奶 我還沒有試過 但是味道應該也不會太差 那你先試試看再告訴我們 好... 比較喜歡喝有加牛奶的 剛講到說用什麼人參 其實人參種類很多 有高利生 有花旗生 有大陸人參 有東陽參 那我自己是用高利生 高利生 高利生就韓國的 是紅參嗎 對 就是紅參 像這個看起來有點紅紅透明的 就叫做紅參 那來試喝一下吧 對 又是我是不是 我今天就是白老鼠 高利生它的補氣效果最好 這個建議在什麼時段喝 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早上起來 像我自己是中午喝 因為我中午才去上班 香 尤其現在很多人咖啡戒不掉 一定要喝的話 我也是每天要喝 我覺得我的人參好苦喔 這咖啡也是滿苦的耶 你給他喝啊... 他老師喝我喝過的不好意思 就小小的一杯 但是量就這麼小是不是 對 像我自己還會加一點水 有點像美式咖啡一樣 再蘸一點 不要那麼濃 可以蘸一點 但其實人參味沒有很重耶 真喝不出人參味 因為黑咖啡太苦了 而且要冷掉可能更苦的 對 但是人參我之前像有做外景節目 然後也是吃了很多的人參 反而有會生坦 它會不會很燥啊 你一定是誤會人參 你是不是直接在吃人參前 又吃了一些蛋糕 我沒有 不允許我有時間吃蛋糕 可是它就是直接拔出來之後 消一消就給我們直接啃 因為韓國真的有人是直接吃這個人參 對 然後吃多了我就發現上火 就是人參 生的人參 它生的性是偏平的 所以根本也不會上火 對 所以應該是有某些其他 所以你就是偷吃的蛋糕 還不承認 吃誰喝菜糖果 塞一包包裡對不對 有焦油是不是 所以醫師 人參在中醫上面就是屬平的 它不是屬寒或屬熱 它泡製過後有點偏溫 但還沒有到燥熱的地步 所以很多人都會聽到我說 我要叫你吃人參 第一個反應就是會不會燥熱 會不會怎麼樣 其實是不會的 很多人就是 不會的 他用反應 不是 講到真的真的 我一定要講 你們去吃麻辣鍋吃甜食 會不會想說我會不會糟熱 會不會口感捨到嘴巴瘋 都不會嘛 那叫你是一個這麼健康的東西 竟然跟我說你會糟熱 我們只是一個小疑問 他想把患者的感覺 醫師沒有說 會突然傲嬌的屬性會出來 對啊 有一點點 聽到真的